他們就把畫拿下來 他站過就把他買下來 送去南京國土 買誰買呢 他是發一個單給陳寗 叫陳寗買單 就是黨部買畫 黨官公署去布一下 他說這個畫是我們 陳寗站在買院 告訴他的肝兒蔡智坤 蔡智坤幾年前來的時候 在跟我講 有這麼一回事 他站一站就買了 送到南京國土 在那裡 誰也沒看到 蔣介石也不知道 有這麼一個動作 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 那省展他們馬上傳出一個影 蔣介石走來以後 可能省展就結束 蔣介石以今年來 明年不會再來 蔣介石來了才有省展 蔣介石來了才有省展 如果不來的話 是不是還會有省展嗎 不來的話 是不是還有人會來的話 送來 那大家就做個擔憂 那大家講 日本人可以一半 十年二十年的班下來 那中國人可能沒有 今天有明年會議 明年有過年會議 對祖國開始有一種擔憂 那這個擔憂就是 這個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 很多可以去想 為什麼那麼快 還兩年呢 我們的時代來 那時代來 那時代來 大臺只出來了兩年 這個期待只給我們兩年 就結束了 所以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 對台灣人來講 是慢慢的了解 還有 那時候 最有中國經驗 就有兩個演出家裡 一個就叫做陳真波 陳真波開始的時候 我聽來郭雪芙他們家裡 他到家裡來 到他們家裡 還有幾個朋友在講 這裡阿嬤的阿嬤的 阿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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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時候 我們股肉兄弟 看著大家都會永遠跌平的感覺 股肉兄弟 如果真的是這樣就非常熟 但是事實並沒有這樣 所以228的時候 陳神波如佛被抓聚 這說法很多很多 陳神波時間來光光 外孫 他應該很多人講聽 我聽到陳神光怎麼講 聽到郭東榮怎麼講 還有看到陳英輝龍 還有聽到羅浮全 羅浮全都看到 他們幾乎都看到陳神波在車站前面背 他們幾個人都看到 講的都不太一樣 好像同一部戲 看完了以後 回去再講一次 只有三個人講的話都不太一樣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對寫歷史沒有把握這些小說 因為我是小說 所以所有講出來的歷史 到最後大家不一樣的時候 所以三個人都會選擇 所以這個是陳神波一個人 他是非常天真的 所以到後來 郭雪茹的太太跟我講 我講國語 國語是頂部先 就是講國語講詩 我們小孩子說 學第一句國語 學什麼你們都知道 你們在看台內講 馬里拉一區比 你們看 馬里拉 日本 那些菲律賓的 馬里拉 日本的首都馬里拉 他有一區比 我都不知道什麼是哪 馬里拉一區比 我都出來就知道 我怎麼講到他了 哪有這區 就在台南城路歐了 歐到的 這區的就是平衡穿的 運在爬索的衣服就出來了 所以這是 中國文化進入台灣的 爬索的這區的 黃白煙 黃白煙到後來在美術史上的地位 他大概就是短期間大廟 這是美術史家 台灣美術運動史最早期的 最原始就是他景 還有他的寫詩 經濟之道 他在很多學術園團會的時候 他提出文化座談會 他提出來就是民主主義的女術 民主主義的女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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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座談會的時候 他提出來以後 大家也搞不太清楚民主主義 他說民主主義就是 以石橋第一個呼應 以石橋第一個呼應 他說不要畫民主主義 他為什麼會呼應 因為他一直在展覽 省展也好 或在地展裡面 在沙龍美術 民主主義的女術 或是民主主義的女術 或是民主主義的女術 他說都是最入球的 他得獎的 入選最多次也是她 入選的最多次也是她 所以這是女術小 他覺得過去他畫的話 都是為展覽、為比賽而穿作 那現在我要為人民而穿作 過去畫的都要給評審人看 評審一定是日本人 給日本的評審員看 今天我要給人民大眾看 所以我要畫畫來給人民大眾看 另外一方面 以前我的經濟情況還是學生 現在我沒有人評審 我自己是評審 所以我要怎麼畫 我就可以怎麼畫 不但這樣 我可以帶動有影響力 我可以帶動台灣民眾走一條路 所以他有民主主義的路線 我聽到這樣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 也許王法院是無三民主義 無三民主義的用美術的看法來詮釋他所了解的三民主義 所以他提出一個民主主義的美術 後來我在讀日本人寫的戰後日本文學裡面 他也有民主主義的文學 也有民主主義的文學 就介於故人傳統的 還有學院跟社會主義的 左派文學之間的 沒有那麼極端的文學路線 所以他也有民主主義的文學 也許這有兩個可能 王法院是看了日本人寫出民主主義的文學 或者他讀了三民主義之後 從三民主義得到了自己的一個想法 所以提出這樣 他就得到很多人的呼應 他這個呼應很好 李石橋畫出來的畫 他畫建設 李石橋有一年他要過弱勢的前一兩年到紐約來 我給他做錄影 我給他訪面 他認得意 他就在戰後出擊 他畫了幾幅就可以傳世的畫 大概一輩子裡面畫的最好的就是這幾幅畫 一幅畫就是建設 還有一個啟廳靠 市長 市場可 還有農家樂 也在農村也在 這樣的就是環境人民生活 這三個畫裡面也是可以算是20世紀 這是台灣在40年代的一個非常典型的一種創作 那時候自己感白的希望 他能夠兼顧著社會使命這樣的想法來創作 那個時候古天生他還做了一個武器 武器現在更早就做了 他心裡面有那樣的想法 所以他才會長掉一個人 所以後來我第一次看到他是私人 但是我看的樣子一定是魯迅 不然的話不可能有誰 那後來過來就是魯迅 所以他的想法應該是相當配近一個人的追台 為他做一個項目 那昨天是做了很多項目 都是人家請他拜託他做 魯迅大概沒有拜託他做 他自己覺得我們自動要去做他 那這也是魯迅的路線 那聽說在日本做了 後來回到台灣想一想又再做一個 同樣的過程再做一次 所以一個人你要做他兩次 可見古天生的想法 我跟他講過幾次話 他其實沒有講過他 跟他講話的時候在1980年代 那個時候他問他大概也不太會願意講 然後還有楊三郎 楊三郎如果對楊三郎有些了解的話 楊三郎的這個畫人物的能力並不高 他畫楊三郎的這個畫人物的能力並不高 你畫什麼都不會說畫臭 你畫人的話 鼻子不能畫在旁邊 眼鏡不能畫 那就跟畫樹畫畫不一樣 所以他很容易就畫得不太對 所以他畫的人物 頭跟脖子跟身體 他好像倒要摩殺而死 不過他鼻子的心 他真的有那種心 他要走這一條路 這是楊三郎 楊三郎這幅畫聽說畫了好久 因為楊三郎這早就一直跟李石橋兩個去拚 李石橋跟兩個人到道道到死 到最後拚拚拚到什麼 拚到畫家 你一號五萬 我一號四萬五我就輸你 不行 國也要五萬 變得最好就變得錢 當時早期三、四十歲的時候 的確還是相當對社會 對文化的所謂感都還在的時候 那個時候都還沒有被判自己的原來的 所以他們兩人都往這方面在畫 還有李梅樹 李梅樹也畫了很多農人的這個 有一個叫做中光 我放了他的名字 有一年國梅館 還可以叫做省梅館 省梅館要買他的內部畫 他要賣給他五千萬 那時天下五千萬 在1987年的時候 國梅館要買那一塊的時候 那可以買多少錢 可以買多少錢 可以買最老車的自動老車 但是他這個價錢是怎麼開的 那這句話是李梅光跟我講的 他說他叫我開個價錢 那價錢我父親已經不在了 我們只好定我父親在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價錢 剛才我一直講 講屆時來看省展的時候 在這一幅畫前面多站了一下 這一幅畫後來就送到南京去 總統府去了 所以這張畫是算多少錢 那時候好像是兩萬台幣 他說那時候兩萬台幣 可以在台北 那時候最熱到平平北路 平平北路正好有一棟要賣 正好是兩萬 他可以買這一棟的 那後來又有一批古董 也是兩萬 那後來他罷官選擇要買這一批古董 兩萬就花在這邊 那他這樣就定了一個價錢 說平平北路的那一棟樓 現在多少錢 現在是五千萬 那我那個時候兩萬 就等於現在五千萬 他用那棟樓的這個價錢 漲上來的價錢 來談這一幅畫的價錢 那所以說我要一千萬 當然省展那個省畢明是晚 一年的經費才一千萬 哪有五千萬來買 所以這是那個時候用這個樣子來的 但是他畫了那張畫 那後來那張畫被人家看 就從巴黎有一個名畫 巴黎有一個美術館 叫奧善美術館 奧善美術館裡面有一個音畫並不大 那裡頭中間的主要兩個主角 舊師 背東西的這兩個人就是 裡面是把他模仿造的模過來 就是一花接木 後面的人不一樣 但是這兩個主要角色 就是完全 那衣服稍微改變一下 就這樣子 那這樣也沒有關係 反正這個主要的問題就是 他也往這方面再走 就要 也就是後來 共產黨他們 在文科說的工農兵 就台灣那時候也是畫 工農兵的這個方向 所以楊三郎、武天生 這幾個人全都往這條路 就民主主義裡面 是這條路在發展 那很快 發展了不久了 這沒有人在畫 所以我們像台灣美術 那邊就一個中段 就沒有了 以後 以思想畫 都是畫花瓶 上面有一個花 或者就畫一些窗外 窗內 窗邊的少女 有一個窗子 那少女坐在那裡 外面就是 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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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鳥 有什麼都很漂亮 有一年 我在芝加坡的時候 看到 耀季村的兒子 耀師忠 他在芝加坡當教授 他來的時候 我就在談 我很客氣 也說 耀老師 他的畫 都比較沒有色味 他畫得都很漂亮 他畫一樣的顏色很美 就這樣子 他馬上知道我的意思 他就這樣 不過你不了解我父親 我父親是認為 這個世界 如果像畫那樣漂亮 就是一個指標 我們要努力 把這個社會 發展到 像我老師 我爸爸的畫 那麼漂亮 這畫當然可以解釋 這個方法 就是一個期待 一個願景 這個當然也可以畫 廖季村 老師在當老師的時候 我跟他看了他 三十幾歲畫 四五幾歲 當我當學生的時候 他已經六十歲了 他說 老師你的畫 越來越漂亮 用粉紅色 粉黃色 還有紫色 還有藍色 哇 畫這麼漂亮 所以你要知道 我的名字叫季村 就是越來越青春 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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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也是對 台灣人 越來越青春 這就這麼好 但是這句話 是自己 自己 愛哭無共 這也就是 意思是 跟其他人 比較不太一樣 你說你搞 QUEN 我覺得他們 你對他合規的時 是 他本人兩個 學生的都在美国 我自己 跟他 把他插 和他合規 讓他合規 他跟他合規 在行李面 他給我講一句話 他說 我父親如果不是畫家 他就是只有一半的人做一半,他的經驗只有一半而已 這也不幸,那也不幸,只會養胳膊,只會養胳膊 他就不幸的時候就做一半 做的是一項 所以養胳膊都沒問題 他在這個經驗國,這個白色恐怖年代,做一半就好了 如果有辦法做一個關鍵的人,關鍵的理解的時候 他就開始要一半過 所以養胳膊也有很多朋友,他看什麼、什麼、什麼 他都會說,他自己就切一半條,讓人抓就對了 這是廖提村,我所認識的廖提村 他也額臨 不過,我現在才切得太過分,還說得太過分 他也沒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嗎? 我們老闆,在這時代一堂一堂做核心的事 我出來猶豫,為了台灣要獻離這個 這個獻離議會的運動,我們也聽到猶豫會 還有,他們大學生,在美國在芝加坡 他做台灣同鄉會會長 他叫國民黨打手破壞,回去煮 哇,他說我們老闆,不吃不睡,怕到海裡 他說他要去做這個政府的床 那是台灣人同鄉會,這天人也有同鄉會,放黨也有同鄉會 台灣人也有同鄉會,台灣人也有同鄉會,也有老闆,也有老闆,也有不吃不吃 這也很新鮮 剛才第一年,廖提村就 露空會的基金會 就這樣做邀請到美國來 到美國來 就住在芝加坡 那個,廖提村的兒子 就住以後,剛才老闆 我這件事 這是做飯 這是做飯 每天我跟老闆開水 結果,很意外 剛才老闆都沒說 沒關係,以前我也有行為 你們做你們去做沒關係 我跟老闆開水 怎麼會這樣 那個出來沒說 那個人是說 看完後 人家洗起來就是這樣 人家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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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所以他很難了解 他很難了解 他就做一個董名 威威威 他就算了不起的事情 這是 還有一件事 我們看台灣的美孫 跟外國美孫 很大、很大 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 對 你說法國美孫是有什麼牌 我們要接一牌 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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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用 肉 沒有牌 所以 沒有人 Studio 威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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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日本人來後,開西館,環西館、水菜館、蔭菜館、港菜館 這是日本人來後,日本人在賺錢來,文化帶來 文化去做一個比較,文化才比較大,這個漏的文化比較多 就是核心,文化園,文化核心,台灣沒有一本,慢慢再八點 1927年,台灣成立第一屆第一回的台灣美術飯難會 我們叫做臺展,簡稱臺展,臺灣美術展覽 分成西洋化跟東洋化 東洋化裡面,入選的只有三個臺灣人 這三個臺灣人,一個叫陳敬,那個叫陳死敬、丹敬 一個叫郭學胡,一個叫銀英貴 銀英貴就是林玉山 他那個時候的名字叫陳死敬、銀英貴、郭學胡 這三個臺灣 那個時候有很多名家 大道城也好、萬華也好、新竹、桃園都有很多名家 那些作品拿來都落選了 那大家就覺得怎麼會這個樣子 這是文化的壓迫 那就開始有很多很多的爭論 臺灣人也自己有報紙 報紙很多人就寫文章來攻擊 所以那時候攻擊到最後 就把這三個入選的臺灣人都罵在裡面 罵罵罵到最後變成三少年 就是台展三少年就被罵出來 現在你要說誰要去當什麼 這是報派 報紙上寫寫 這三少年也是報 這個報派也是報紙寫寫寫 結果最後只出現了三少年 最後呢 我就把它翻出來 翻出來就把它變成美術史 這三少年變成美術史上的名稱了 名稱到了唐門九十幾歲 李正威當總統也請唐門來吃飯 陳水扁當總統也請唐門來吃飯 這樣就是變成三少年 制造黨 你要知道 你住在家裡 就像在外交 有人在生泡 就這樣 有人陷水扁 誰叫誰陷水扁 好像快被川丘的一臺 他叫陷水扁 他也有陷水扁 他也有陷水扁 他已經在三年 用贊重拐 然後又這樣 這個故事很多 那人這三少年 我們的三少女從十幾歲一直到九十幾歲都沒有長過家 也沒有互相講過壞話 那這個到底是他們天生是這樣的嗎 還是他們畫東洋畫畫到最後都變成很溫和 那東洋畫說我們是本人畫,畫了畫,畫了畫,對著做的 最後大家都怪怪怪,等兩個人就好了 這也不可以的開始 所以是台灣人的經驗組織 反而是順風指標好,有這種改革 所以現在我們經常在講說 一些文件中央做,我們有什麼要買,大家都要買 日本設計,日本設計,中國製造 大家都比較愛買,因為日本設計 所以我感覺想說台灣確實做的 日本設計,台灣製造 都平時問,把偶偶回到台灣製造 台灣比賽 日本設計,台灣製造,這真對 或者說,拿來想說,哪路算 在台灣的互算裡,原因是伊偉 你所說漢化,那個時候沒有叫做中國化這個名字 那個時候台灣沒有中國化的名字 叫做漢西的,漢偶等 我們在教漢學、漢藝、漢藝都是用漢字 這好像講到漢語 台灣漢語只有漢語在哪裡 人家的漢語都在哪裡 這算是漢語 我一編在莫斯頓的演講 講一下漢語 噢!鐵仔的中國的原住人 噢!你看這個象徵 沒有人就很麻煩 說什麼的 你這款的中國話 我們有的人,我們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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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漢語 所以日本就把所有漢語 找來一個理由,都全部變成要落選 那就是價值觀 那為什麼理由呢? 他的理由就是 中國漢畫就是 寧某皇古 模仿古人 寧某、唐朝、戒子元 他是清代人 那些畫,畫山水畫 就把這個山水畫的樹 從左邊移到右邊 把某人的山再移到哪裡 把它湊一湊起來 那就沒有串略 尤其是沒有畫台灣 有很多地方 buz工嗎? 那是 有很多地方 跟這兒